羽球喪事當中 若出現紅牌 則表示失分還是喪失資格 請教導 你又往前 壞了 手怎麼會 答案是 失分 什麼情況下會紅牌 就是你可能在拖延比賽啊 或者是 你就是 誰會拖延比賽 就是選手一定會 因為羽球有時候會 要拐棄對不對 因為你正在順手 你在那得分 連得四五分的時候 我就開始拖 拖你節奏 對 可以拖節奏 這個他滿厲害的 但他不會被警告 他都先不會 因為我會裝客氣 抱歉 我快了 我就跟他講 我跟他講 我會快點 他一邊講 然後他就OK 抱歉 買手 上去來跟他示意一下 抱歉 他就每次都OK 因為他牌都放在這邊 他就每次拿起來 抱歉 他就OK 原來這是一週 然後改變人家節奏 還可以綁鞋帶喔 都有 然後有時候可能 故意跟他講說 沒壞就把他拆起來 招數很多 或者是救球的時候 故意跌倒在地上滾幾圈 然後他就要擦地啊幹嘛 對不對 所以我坐在地上 其實是想要趁機休息 結果沒想到 就把球打過去 這需要聞吧 真是 原來 那你們這一講 不是大家都知道嗎 對啊 沒關係我們到 他退役啦 對啊他退役啦 我還有新招 我還有很多新招 10分 對吧 請揭曉 王潔霖恭喜 請選擇 那我也坐到樓上 八樓之一 可以 開箱 再加一萬 你值得秀啊 還有三十七秒 現在就是只有兩家開張 你等一下按我的看看 好 我幫你按看看 兩個一家看誰比較快 好 他們倆真的絕配 請出下一題 金門用九招 當作飼料味洋牛 最初是為了解決 環境污染 還是飼料缺乏 請 等一下 為什麼 黃奇塑 飼料缺乏 飼料缺乏 會不會太合理了 我覺得早期 一定都沒有什麼 環保的概念 對 早期沒有環保概念 他說清楚 我跟你講的喔 以前的人 就是沒有這些 科學的研究 他們可能比較沒有 這些觀念 對 我們這裡有金門人 你要不要問一下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金門的做酒的高粱爐 如何弄的 做酒 哇 這個有點太困難了 我前兩天才去學習 但很快就還給他了 去學習是什麼意思 去金酒 去金酒那邊 去學習怎麼 整個製酒的過程 你先告訴我 是你會學哪一個 我也是覺得飼料缺乏 喔 金門人都這麼說 我們就沒話說了 請揭曉 好 大家如果去金門 其實會看到 還有兩項伴手禮 都特別有名 一個當然是金門的高粱 另外一個 很多人都會吃金門的牛肉乾 那為什麼金門這邊會養牛呢 要告訴大家 因為金門剛開始是種了高粱 然後拿去做酒 就有很多的酒糟 但是這些酒糟 就是太大量了 甚至會造成海洋的污染 他們想說 那我們要用一個什麼 最環保的方式 把這些酒糟都消耗掉 就是養牛 讓牛來吃這些酒糟 結果意外的 反而不僅是能夠 把酒糟給消耗掉 而且牛又變成是 另外一個金門的特產 然後也就變成了 另外一個產業 這個酒糟